喜欢的小伙伴给观众们 大家好,我是依依 现在节假日都不敢出去玩了 虽说上班族只有节假日有时间 但在节假日出去的话都是人挤人 有一些人会选择出国玩 因为国内的很多景色都看过了 如果能出国去看看抑郁风景也是挺好的 不但我们去别的国家旅游 也有一些外国人来中国旅游 根据调查在2018年 就有20多万日本姑娘涌入上海 上海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现在的上海跟一些国际的大都市相比 也丝毫不差 就是这个原因吸引了很多的外国人 来中国上海工作 而日本离我们非常的近 所以在上海工作的日本女孩有几十万人 这几十万人的日本女孩大都做什么工作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其实这些日本的姑娘在上海也是很辛苦的 因为上海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 这里的日本女孩大多都是依靠自己甜美的声音 和美丽的面容做一个主播 或者是做代购 你们到上海能够分辨出哪些是日本人吗 本期节目的